這個 結果他就算了一句話 那個主管 對 他說 黃金戰士真的是頭腦簡單 四肢發大 剛退下來的時候 就是面對面 面對面 而且旁邊也有人 他就是故意要羞辱 故意就算 因為他覺得說 你憑什麼可以直接 我這麼辛苦 做到這個職位 你為什麼就可以空這樣來 因為其實我朋友講說 你就空窗幾下 不然來我這邊 好兄弟 從小到大的一個 就給我一個 其實我在那個公司 不到一個月我就離開了 受不了 不是受不了 我也覺得不要讓我的朋友 這麼難做人 對 我自己也覺得 這種東西不行 我一定要自己離開 自己去闖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餐廳 就自己去做這樣子 所以這個 不要這樣子 其實我也在學 現在電腦也多少灰一些些了 好不好 現在電腦就可以了 手機就可以了 至少會上網 對 簡單 好壞 我會打以色 你會搜尋Wi-Fi嗎 當然 我會看YouTube那麼簡單 好厲害 我上學機在學位的 你在刷我 因為我自己也是運動員 很多人會 對運動員會有這種 先入為主 或這種曲解 運動員其實還是要把它留在 專業上面 就是在運動相關 那是比較有安全感 可是你看美國500大企業 他們的CEO 很多都是高中打過小隊 大學或者是職業訓所退下來 因為是管理 對 所以這個沒辦法 台灣是面對這個會有先入為主 講話的刺 美國的運動員不同 美國運動員大概就是說 他們可能是橄欖球 但是他讀的是經濟系 我們是那種體育系 出來科班的 所以他其他的人就不太會了 對 所以美國不一樣 像我的話 我現在是在當兒童美術老師 然後我好朋友自己就會問我說 那妳現在的收入 有比妳之前當設計師好嗎 然後那時候就跟他 我就老師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現在就是 剛開始學的時候 是兼職的方式 所以收入前三個月 都總拿到1萬5 1萬5的薪水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他應該會安慰我 因為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他應該會說沒關係 你現在努力 然後接下來可能會有 更好的收穫或什麼的 結果沒想到 他回我說 妳做這工作賺得到錢 他跟我說1萬5 那不過才500塊美金而已 我隨便賺都有 那我給妳好了 妳有缺這個錢嗎 妳這樣子出門 交通費 伙食費都不夠吧 1萬5搞不好妳自己還倒貼 然後就覺得說他有傷我心 因為我這麼掏心掏費 跟他講說我覺得我現在很辛苦 但是我未來就是自己創業 然後自己開店 工作室 或是教室的時候 都會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所以沒想到他這樣酸 我就覺得超氣的 妳跟他束縛太多 我應該要 對 他應該要鼓勵我才對 整個火都上來了 對不對 橘子呢 對 但是前面的人 就是他們都是被別人的一句話惹怒 但是我這裡必須要來告解一下 我是用一句話 就是馬上惹怒了我老公 來 因為我老公是健身教練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那種 你要去上課 領終點費 一定要上課才有錢領的那一種 對 對 所以我其實有時候非常容易 下一次就會講出了這句話 我就說 你怎麼沒有在上班 然後瞬間聽到這個話之後 真的是馬上惱怒 他就會說 你知不知道我從早到晚到現在 忙到現在上了多少課 我一頓飯都還沒吃 難道不可以讓我休息一下嗎 我緊接著一頓飯吃完了之後 馬上要上課上到11點 你懂什麼 然後我就有點覺得 我不是那個意思 只是因為有時候 其實在很熱門 譬如說那種上班族下班的時間 這種七八點的時候 你突然看到他坐在那裡 你就會覺得 就是 對 我只是關係 對啊 你不是關係 我是呆金吧 呆金沒有錢 沒有 但是4小時 沒有客人 可能 對 然後再加上你講的那種語氣 就是你怎麼沒有在上班這樣 現在應該不會這樣問 就是有時候還是會這樣 還是會 撞不住 不是 因為有時候你會說 你怎麼在這 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就是很容易 但我不是故意的 好嗎 工作性質不同 改定一下口氣 改定一下口氣 其實我剛進演藝圈 那個時候演了幾檔 八點檔 然後有一部戲 是那個時候是 戲裡面有黃湘蓮 還有喜曼寧什麼 但我是演公主 然後呢 古裝的戲 都服裝都有製作單位準備 然後皇冠 我當公主都有製作單位準備 那個時候都有梳妝 就是老三台一間只有三台 結果他們梳完以後 結果後來 那個就是梳妝的那個最大的頭 他就講說 崔佩儀啊 我幫你準備了一套 就是我自己做的 一套頭套 就不是頭套 就是頭飾 他說到時候你在節目 就是在節目上會很亮眼 然後我就心裡想 因為那時候我才四千塊 基本演員那時候是四千塊 還要扣四百塊的稅 我又沒有拿錢回家給媽媽 因為媽媽那時候還在高雄 我就覺得我已經很沒有能力了 如果我要多花這個錢 我就問他說 這一組多少錢 他那時候跟我講是一萬二 還滿多 不喝要我等於演了三集的 不是不喝要三集才可以拿到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我能省就省 我就用這個皇冠 製作人沒有叫我要多帶一些 什麼東西 是他自己想要賺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為什麼黃香蓮跟喜麥妮 他們都不用買 其實我很單純 我只是說為什麼只要我一個人買 結果他就跟我講 這句話很傷我 妳是哪顆抽哪顆算哪 窮家人出身 買不起就不要買 就摔那個數字 以後叫助理幫妳輸 就幫我輸得歪的 他是師父 可是這句話真的 我是窮家人 可是我不投不搶 可是為什麼妳一定要這樣子 叫我買 後來我就到廁所去哭 因為我就覺得說 問自己說 我是一個南部女孩 我來台北 我這樣子就是媽媽 爸爸都不在我身邊 我到底還要不要走這個圈 因為我做秘書 我一個月還可以賺個幾萬塊 我這樣子被人家羞辱 到底我會不會有未來 後來我就哭... 我哭了以後說哭也沒有用 妳還是要面對現實 我就起來妝都花了 我就看著鏡子說 崔佩儀 要嘛妳現在就退出演藝圈 不適合妳就不要走 要嘛妳就闖出個名堂來 後來我就告訴我自己 媽媽說說不定我會闖出名堂來 我闖給妳看 我就眼淚擦一擦 我就到化妝間去 因為妝花了 結果那化妝阿姨在幫我畫的時候 那個人就講我這個是窮家人說 講妳幾句還哭啊 就這樣罵我 還弄我的肩膀這樣推我 好像打他喔 對 他就是欺負新人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跟他講 沒有 我是因為眼睛浸紗 我委屈到這樣 浸紗 廁所還有紗 因為... 對 他只能這樣講 好怪要怎麼說 就沒有膽識 如果現在的話 如果這樣欺負我 那他試試看 可是問題 那個時候就只會覺得忍 可是我也很感謝那一句話 因為不是他這樣激我的話 我可能演戲不會那麼認真 不會那麼用功 不能那麼吃苦 搞不好就走了 不是 後來以後我自己 演了很多莫代人女情 就是楊佩佩的戲 很多古裝戲以後 我就說我就是不要她 換妳可以 妳變女衣的時候 對 我就不要 朱莊不要她 對 但是我也沒有講什麼原因 對 但他自己知道 他以前說錯話 妳就叫他去挑糞了 沒有 沒有 只是覺得說 不要這樣欺負一個新人 對 真的 對 真的 對 真的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在一個期貨公司打工 然後他們裡面 一秒鐘很多錢上下 然後我也要學著 處理一些行政事務 可是他們的系統 都是英文的 我看不懂 所以我就必須要一步一步 慢慢慢慢學 慢慢學 然後學了很久 然後一個環節錯了 可能後面都會錯 可是因為那個系統 真的很複雜 然後我也是不小心 弄錯了一個東西 然後那個主管就非常非常生氣 他說 舒子晨 你就是連這小事情都做不好 然後我就很難過就站在那邊 因為第一次被罵 因為他是男生 然後他很兇 就三字經濃都罵出來 我就覺得很難過 很委屈 因為我不是沒有認真在學 然後我真的是叢林 我連什麼Excel Award 什麼我都不會 我很努力學 我就覺得你為什麼要這樣罵我 然後我就 是我也不對 我就回他說